好 最新的消息来看到中山高高雄中正交流道的路段 发生了油罐车翻覆的意外 满载废油的油罐车擦撞一辆小货车之后翻覆 这油温瞬间的是一满的车道 小货车上将近有一千只的鸭子掉落到了地面上 就全部都报销了 最新的情况我们要请记者王月芳来告诉我们 月芳 好的 主播给观众 先看画面就是在中山高高雄中正交流道路段 可以看到画面中警方是封闭了路间以及外侧车道 造成说其实这车辆行进非常的缓慢 有稍微溃堵的现象 原来是在这边发生了 在清晨的时候发生了一起油罐车翻覆的意外 再满废油的油罐车是擦撞到了一辆小货车后翻覆 而油罐车上面的废油瞬间是洒满了整个路面 而国道警察获报之后是立刻全面封锁了 由于这个地方是上班的交通要道 封锁清理路面也造成说现场是有回堵的现象 而其实在油罐车撞上小货车之后 小货车上面是载着将近一千只的鸭子 也全都掉落在路面 几乎全部都报销了 而货运公司得到消息之后 也赶紧派人来协助清理路面 而小货车驾驶则是轻伤送医治疗 至于车祸的详细造势原因 警方还在调查当中 那么这是掌握到最新情形 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谢谢越方的报道 这个油罐车翻覆之后呢 造成这个小货车的车上鸭子呢 也都掉到地面上